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珍言真語》的直播 今晚11點多 我們請了案白 跟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案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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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見了 是啊 案白休息了 但是很多網友都在等你 所以今天我們都想跟大家見的 有話說 首先我們講一下11之前 最關注的新聞之一就是蓬佩奧訪台 他講話是非常直接的 他說中共框台可能比預期更早 你看到中共反應如何呢? 就是有些飛機在那裡不斷地飛來飛去 怎麼看蓬佩奧這次訪台 有什麼觀察效應呢? 他都好像是第二次了 四個月那一次的嘛 是不是? 是啊 半年之內的一次 他就好像是被中共制裁了的其中一個人 這個他制裁 他是前國務卿來的 現在就沒有權在身 又沒有其他官職 台灣叫他去貪他 不是貪他的老友 當日幫忙 是不是? 現在近來台灣那麼多人去 真是樂意不絕 那基本上是多人不多啦 所以你又不能夠說他有什麼作用 就是起到什麼作用的 因為反正美台關係都很差了 現在都很繃緊了 是不是? 那些議長就去啊 這樣輪著去 所以來多一個蓬佩奧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不過這個蓬佩奧可能是下一任的共和黨的候選人 就是總統來的 所以其實是 如果是就有深意思了 是不是? 現在你跟他打好 台灣跟他打好關係 跟這個可能是總統人打好關係 那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投資來的 所以我想蔡英文都會相當禮待他 上次好像頒過一個獎給他 我想他去演講 可能都很收錢的嘛 這些 美國那些 你當他是過去政客 有時就周圍去做這些公關 賺多少 我想台灣不會虧待他的 但是你說現在你說影響美台的關係 這個時刻這樣 這樣他就循例找一些飛機飛一下過去 那我們都見慣見熟的了 又擾台這樣 那這些就是指定動作來的 意義不大的 但是你說蓬佩奧有什麼特別影響 這個時刻就沒有的 不過就再是好像是雪上加霜那樣 但是他又不是 因為他沒有官職 他又不是議員 那現在沒有什麼代表性 現在是這麼現實的了 但是在美國的政治來說他沒有代表性的了 是 但是他對中共的認識呢 相對其他的美國領導人來說 他的言論是不是都是講得很節節 和是很到位的 他比較反共的嘛 是鷹派來的嘛 他當然不客氣了 而且他去到台灣 他當然知道台灣上去說什麼了 他當然更加要討好這個地主 那我想你喜歡他講什麼 激一下老共 那他一定會講的 反正他沒有承管 如果他下台前來台灣 那時候就傳過的嘛 結果都沒有來到啦 訪問台灣的嘛 那時候那時候就意義大一點 敏感一點 但是現在他講什麼都不是很大用的了 你說蓬佩奧這個時刻的政治能量有限的 當然將來他做年輕的 做個國務卿呢 那有機會再回政壇的 下一任總統就算他不是候選人 他再做一些 就是現在做國務卿 或者做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他有資格 有條件啦 有經歷啦 有足夠的經驗啦 所以永遠美國政治人物就 就有空就要買一下了 就是基本上台灣都是要打好關係的 你看他誰上位呢 那你一來啦 以前有了關係那就差很遠了 我想代表共和黨比較鷹派的角色 但是我想現在老共就太多事情煩住了 我想就是 不會真的會理他的了 這個時刻就不會 不是一件大事啦 他現在的圖案不是一件大事啦 OK 那另外我們就說回香港啦 就好像你後面就有個許智峯的圖像 你都研究法律啦 那看到香港法庭呢 就會將這個勞亡海衛的許智峯 判仇三年半說他藐視法庭罪啦 那許智峯回應是什麼呢 就說他癡之以鼻 那怎麼看香港法庭 好像以前沒有試過將勞亡海外的人判刑的 難道他可以將他送中嗎?送來香港去受審的嗎? 不是受審的 判仇的嗎? 根本就不會審的啦 基本上沒有這個習慣的 那當然啦 你問那個官有沒有權 他當然有權審的 有沒有權缺席審呢 都是可以缺席審的 不要說是可以不可以的 但是你沒有意思而已 就是你會做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的 你開庭 審完 你要寫個判詞 那些官員很多寫篇文我們都很辛苦 無緣無故叫你寫篇文你都寫幾千字 你都不喜歡啊 不高興啊 你為什麼要叫我做這樣的事情 浪費我一天時間要寫 還要被人罵一輪 那為什麼法庭要做這個事情 那當然是政府要他啦 政治是誰都要他啦 你放到上來要審就審了 我想就是這樣的 那整件事情為什麼再去追許智峯呢 你都解釋到了 基本上他在澳洲 而且他拿了政治庇護的 你不是說可以抓他 你不是說通緝 他就會回來啦 普通刑事犯還有可能帶他回來啦 他是政治犯來的嘛 政治庇護的嘛 他都不會回香港啦 受到政治庇護 如果你強行抓人 簡直是兩國斷交很多次的嘛 就是外交關係很大件事的 多惡都不會的啦 那問題 現在你的法庭 為什麼要聽 是不是陳慶偉有關 就是為什麼要聽那個律政司 或者政府的要求開庭去審呢 沒有意思的 是啊 浪費公帑啊 唉 因為我們都知道啦 很多人是潛逃了去台灣的嘛 那 姓馬那個也是啦 去了台灣 那就怎麼樣 那你就隨他啦 他真的幾十年的 然後中老再去台灣了 那你都只能夠隨他 他真的棄補潛逃 很多這樣的例子的 年中起碼都幾十宗啦 剝裂犯罪 那你去了台灣 去了別處啦 總之 那你 律政司說叫你審 那你官員會說你審什麼 有沒有審呢 那人都在那裡有沒有審 那你說他犯了法 那是 他犯了法 就是根據香港法是 但是他人不在那嘛 就是你 判了 你都沒有什麼執行 那我判來幹什麼呢 那你不如說你留一個file 他回來了 或者你引導到他回來了 那就審了 是不是 你現在叫他人不在那裡審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就是 任何情況啦 你不要說他 那你現在這樣算是做一個示威作用 就是 示威是視給誰看 給誰看呢 就是你說給香港人看 那我現在香港 你要抓我 要告我 我出來不這樣啦 那你就告啦 我走了 我當然是傻啦 你就告啦 或者我都不在那裡 人不在那你就內我不好啦 我們知道這個常識而已 大家都知道啦 沒什麼威的 你香港的法庭 最惡不是香港的範圍裡面 審誰判多少 你的權力來的 香港政府都是的 香港範圍 法律都是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在你的司法區裡面 你就司法獨立 你有了你的權 人家最多罵你離譜的 混帳的 但是你不可以 那些執法是離開你的司法區的嘛 就是在人的司法區以外 是 就已經是國際問題來的 因為你侵犯人家是轉權的嘛 那現在我們經常講國安法被人罵 就是說你無緣無故你幹嘛在外國 外國人都會侵犯你的國安法 你就抓人 就是告人 那告人當然是沒有意思啦 你告蓬佩奧也可以的 你終於告他 你終於告他 說他支持香港的民主派 原來就告了他 勾結香港的民主派 這樣勾結 說說他勾結香港也是的 好啦 你告他 配上他就贏了什麼 他五年呢 那你就低淡笑而已 你做這些事情是不是有事呢 就是說比如許智峯那樣 他應該不會回來啦 最少 就是你不取消國安法 不取消這些事情 那他這些真是政治猶亡 香港已經走這些政治猶亡的案 大家都不開心啊 聽到這些是不是 不開心就大家低調就算了 是不是 反正也有這麼多流亡的人 你不說開大家都不想提的 哪位哪位一說 難道不記得嗎 又記得他了 以前是議員來的嘛 好的地的嘛 都很正義的嘛 是不是?你不要以為人家 一般人在他們心目中 哎呀 你法庭判了他啊 那個就是壞人了 這些是很古老的想法 現在這些是正義的人 你判他呢 就是你不對 我還要說你的官是非常之蠢 而且都不對 你根本不應該審 就說下給控方聽 那我審你幹什麼呢? 我知道你有個個案 我知道你完全適合了 因為他是法庭的棄保潛逃嘛 但是你等他回來 你就告了 那我就審了 證據是清楚的 他簽了紙 然後你說 拜拜 走出去 那你罵他什麼呢? 是不是? 在他來說 政治犯 我當然要走了 你說不是政治犯 人家各國都接受了我政治犯 我不想讓你審了 是不是? 我不想認訊了 那這個 你有你的道理 他有他的道理而已 是不是? 你法庭很簡單說 我這個法庭大了 我叫你來 你不來 你就藐視我了 那我就判你了 那你當然可以這樣做 但是無聊的嘛 無聊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上你是完全執行不了的 正常呢 為什麼今天也有些人問我的 什麼意思 我可以人不在這裡審的嗎? 大家 很多人 香港很多人 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不過人不在這裡 那怎麼辦? 人家走了 走了去外國 欠錢好 殺了人好 那你都是 喂 抓他回來 然後審他 回不了來 那回不了來就任由他 你見過就放在這裡了 放在一個檔案裡 那個檔案就一輩子的嘛 那個刑事紀錄可能有些 毒犯好 殺人犯好 現在走了 可能那時候有幾千人 那幾千人你審了 你審到的 你喜歡就審了 審了然後判他 死刑也沒用 當然他不在這裡嘛 那你判完又是這樣 現在你做那件什麼事 一個這樣的姿態 究竟有什麼用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沒用了 那你又做來做什麼呢? 那現在是專門做一些沒用的事情 還有你的法官就冷靜意 那你譴責他什麼文物 你的官隨非自己沒有了常識而已 你也知道他是政治犯 他的案子不是普通案子 不是普通一個 不服從這個法庭命令走了去的人 是不是? 那你就批評幾句 你還可以 你比如說健仔 是不是 健仔 就是中昌那個 他是不見了人的 他一樣是潛逃的 但是企圖 法庭叫他去 他不去 已經放消息 說已經去了台灣 其實還在香港的 那他都沒有審到的 那現在我就抓到了 那就可以審了 現在告他了 你棄保潛逃嘛 廟視法庭嘛 12人案就是棄保潛逃 廟視法庭 那有沒有審到呢? 沒有審的 你就等他回來啦 你抓到他回來 就是你好東西啦 抓不到 就要繼續等啦 是不是? 等到他要是死了 要是怎樣啦 但是你沒有需要審 最簡單就是你的官都愚蠢嘛 因為你怎麼都要抓一天半天 聽完控方陳詞了 沒有辯方 有控方沒有辯方 他都沒有機會辯護過 其實不對的 作為一個審訊 我要審一件案 你的道理剛剛好 那麼他呢? 他不在啊 那麼不在 那麼怎麼樣? 可能是有特別的理由呢? 可能他有特別的辯護理由呢? 假設你的官是一定要聽兩邊 你才做判決的嘛 現在不用了 啊 行了 那當然我判了 有罪了 但是第二天他回來的時候 他可能提出一些特別的理由 那他可能沒有罪的 他根本沒有 那你的官員不應該在這個情況接受 要去做一個裁決的嘛 是不是? 證明現在的官員是沒有什麼獨立思考能力的 已經 免得煩了 你說你叫我審就審了 那表面清楚 他就走了這樣 藐視法庭這樣 我想程序就不是沒有的 是可以的 就是你一定可以 但是問題是你 情緒思議 那麼多人走了 你又不見你審 那你很多事情審 而審完是沒有用的嘛 審完你還要寫一個判詞 花半天時間 所以這些我就覺得以前香港的法庭 就不會做這些無謂的事 就好像你法律的本意是怎樣呢? 如果法庭不可以維護正義的話 那你就是變成這些 將法庭是整人的工具來的 你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是的 你審完又捉不到人 還有你整個過程的被告都不肯渡 那你到底要將法庭什麼正義呢? 你和法治的根源 即是法治的原則 有些什麼衝突呢? 你又怎麼看呢? 這些你問我 我就已經罵了很多次了 現在我也不知道法官 法庭是想做什麼的 我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他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你可不可以解釋我聽 為什麼你這麼無聊的事情做呢? 你是應該不做 我怪官的 我不會怪政府的 政府說好 我做些宣傳也好 抹黑一下他 我就好像做了事情 我國安處就告他 他說我們很厲害 你不可以走的 你走了我就照顧你 不可以很厲害的 問題是你做這些小學雞的 是的 你的政府是小學雞 那你的官可以不小學雞的 你可以跟他說 我聽了 我覺得對的 但是他不在這裡 沒有什麼好審的 那你放著這個檔案 全黨在法庭有這個案子就可以了 你的官可以行使這些權力 做這樣的不需要判決 不需要裁決 我做官我還很有趣 我說我要先聽到他的辯護 我沒有聽到辯護 我不裁決 是嗎? 是呀 表面是什麼理由都好 多有多充分 可能他有特別的理由呢? 可以聽起來了 他可能有特別的求情理由呢? 是不是? 被國安追殺 可能都是一個理由 那我不走不行 可能有特別的理由 那我也考慮這些事情 是不是? 如果他被人追殺 他走了 他有合理理由 那我可能不用三年半了 三個月就算了 是不是? 那我做官 我的位置就是這樣 我一定要考慮所有事情 我才做一個裁決的 不是你叫我裁決 我就裁決的 司法獨立是這樣的意思的 你現在沒有獨立啊 控方單方面 那你就判決了 是呀 當然是不理想的 雖然你有權這樣做 制度上都沒有說你不可以缺席 是不是? 如果足夠證據清楚 你的官員就覺得是啦 那你可以裁決 裁決了他回來 你執行他突然說上訴 那你給不給他上訴? 他有特別的理由就是 他列出證據 有人好壓他 有國安好壓他 他不走不行有生命危險 他們都有證據 那你的官員考不考慮這件事情? 他不是蓄意走啊 他真的有理由啊 是不是? 現在他可能說不出來啦 是不是? 假設 當然我這個只是假設 但是你做官 你就是一個中立角色的 你一定要聽他為什麼 他不應信 也好 你還沒聽之前 你不應該隨便做一個裁決的 沒得這樣的 就是不好 不是說什麼 如果那個是其他的罪犯 是不是? 反毒啊 洗黑錢啊 或者他是謀殺犯啊 證據清楚他走了 那你決定他有罪 那他回來可能突然間他上訴 那都可以的 當然現在不排除他回來 你真是說執行了 那他入院法院我要求上訴 那你不給不給他? 他有理由的時候你給不給他? 所以整件事就是不應該審的意思而已 嗯 因為你不不安全 就是不安全 就是你的判決不安全 所以我們看到法治的倒退 另外我們再看另外一件 但是也都是國際很關注的案件 就是陳日君案的 那你看到90 超過90歲的陳日君 現在早前就是叫做過堂呢 那說著他就沒有註冊過案件 你又怎麼看? 就是這些東西呢 又將他大肆 就是將他放在法庭那裡 做一個審判的消息 又是做審判show 是吧? 是吧? 陳日君 是不是有份呢? 他的情況就是他有個基金 女藝基金 基金的意思是什麼呢? 基金是 我不相信他不跟法律的 因為有吳靠儀在那裡 是 法律專家 是 法律師來的 就是這些 我很留意他這個基金的 他做的過程都是很小心的 比如他批的那些錢 他都是很淹尖的 因為他不會亂批的 這個是什麼原則呢? 如果你的基金呢 他就幫你請律師那些 那些就願意給 但是如果要買豬嘴 要去抗爭 他們就不會批你這些基金 是 用的 有些 剛開始他說什麼的? 比如有些 好像星火同盟給的那些 就是說涉及有暴力的那些 他有暴力的那些 我都不給的 是 就是他可能他的條款都寫了 就是他設了一個基金的時候 那些基金呢 你要講明你是什麼用途 因為你這件事 就是別人給你錢 就是你做那件事 那件事一定是合法的 是不是? 沒有不合格的 不合法的你不能設立的 那這個合法的基金 你現在沒有說到它不合法的 它是一個合法的基金 好了 那你現在只用它什麼呢? 只用它勾結外國 回頭 但是現在你不是告勾結外國 你現在不是用《國安法》去告他 你現在說他的社團條例 沒有做社團登記的 那好像九不八這樣 那兩件事 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你會不會說 陳日君我現在告你 那是什麼事? 你剛才來法庭那張粗紅燈 是不是? 過馬路沒有守護 交通規則 那人家卡卡聲笑的 你做什麼事? 一樣的邏差 你剛才在外面擺小販 那你簽名收人錢 那又是籌務基金 那行不行? 你可以說 玩人可以這樣玩的 其實差不多 然後你說 這個明明就是一個信託基金 那大律師難道不知道呢? 你告已經是肉酸的 而且你怪的 你明白嗎? 現在你還不知道那個官怎麼判 但是你的官已經說 初步證據成立了 那這個 我看他的那些理據 就求鬼奇了 這個官都是差的了 就是裁判官是這樣的了 沒得說的了 現在 找個思想不純正的裁判官就搞定了 他沒有道理都說到有道理 但是你是常識來的 我這個是不是社團? 是吧? 我記得辯方律師有質問的 他說特首那個委員搞了一個 搞了一個很大排人的嘛 選舉的時候 他搞那個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成立社團? 那他搞選舉 不成立社團 搞完就散了 那現在也是 他搞基金而已 基金就還基金 社團還社團 那你為什麼說他要搞社團呢? 哪有人搞基金搞社團的? 有沒有? 那又回答不了 好了 接著 就是要何患無辭 是不是簡單說 舉個例子 他說何鑫山死了 搞很大的治療委員會 那有沒有做社團登記? 沒有的 沒有的 我搞個生日Party 要不要接策社團呢? 生日Party 生日Party簡單一點 阿珍姐你的節目這麼受歡迎 很多網民說 我們搞個妄罪 這樣 然後集資 然後訂酒席 然後來抓 你說 你沒有做社團登記 你做社團工作 有組織有成 可能他很有組織 你那些普通網民 可能搞個委員會 是吧? 組織就是這樣 有個委員會有選舉的 選過主席 選過師傅 選過集務 然後辦旅行 本地旅行 然後聚餐 你知道很多組織是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那些不會做社團登記的 因為結社是自由的 那你社團登記最少你有一個合理的理由才告的 其實就是惡法 因為寫了一段條例 在1922年做出來的 那時候還沒有人權公約的 就是他做的那個 港英的人做出來 是打擊共產黨的 當時打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的組織 就是說他要的時候 也有條法來抓他們 告他們 那就變了可以有些事情 就是禁止他們這樣 那好吧 現在你就將他將官你帶 就拿來動人 那就很過癮了 但是你在國際來講 在國際來講 會不會告訴你 會不會跟你分析那麼多 什麼香港有社團條例 他有他的法例 然後什麼什麼 你看國際的媒體 陳日君就迫害了 舒基主教 因為他支持這個民主 所以他被迫害被控告 是的 那個性質很簡單 他說他組織一個非法團體 這樣很大件事 你搞恐怖組織 好了 人家說 這個宗教神職人員 他是搞一個慈善基金 幫人家去找官司費用 維護你的司法獨立 你不給錢而已 你說個個都有律師的 政府給的 那就不用了 現在是有人沒有 刑事案是沒有保證你有法團的 沒有這回事的 那變成很多人是真的沒有錢的 有法團員又申請不到 那他先給他 那這個很合理的 我在維護你的司法 你講不通 你沒得罵他 唯有說你搞社團 社團條例 社團條例 社團條例第5C 我特地去看過的 是罰款的 是 就是如果你 你罰款而已 搞得這麼大 還上了國際新聞 就是等於你衝紅燈 599G 你罰款而已 那些是叫做offence mine offence 就是小事來的 衝紅燈 好了 如果你不給 再加每一天罰款 多少錢 3000元 如果你連續都不給 那才坐牢 那也不知道坐了一個月 兩個月 大約是這樣 就是你繼續 繼續做你的社團 又繼續不登記 那就可能要坐牢 但是你第一次 純粹是因為你沒有什麼 只是罰款 相信以前都沒有案例 沒有案例 而罰款最多都是1萬元 它是三級罰款 三級罰款 我查過 三級罰款是指 就是它可能調節 但是現在就是1萬元 如果四級罰款 就是25000元 五級罰款就是5萬元 現在它的法律寫下三級罰款 就是1萬元 最多就是這樣 我就很建議 不過他們不認 不認就打 打完官司 你輸了 那裁判官很輕易的 輕易舉 總之說你輸了 那我建議陳日君 就出來在街上籌錢 在街上 是不是 市民一人捐回一百幾十給他 六個人 六萬元 應該啦 沒有錢 就在街上籌 黑錢 是不是 那你就抓他 那你就抓他 那個行黑 在中環 啊 你想一下這種笑話 拿到國際 人家 你香港 香港變成什麼樣子 這樣的 這樣迫害一些政治主義 所以Key現在就是用這些 叫做 其實是被一些小鞋子穿 其實它是告不到你 所以搞這些 你都聽不到的 你都未必找到那些法律出來 另外你看到陳朗生 香港記憲主席都是這樣 就是他現在就是上了飛機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上去奧津那裡去進修 但是進修之前呢 就已經受到很多的法庭的 就是那個要告他 一個剛剛今早就是這個 衝紅燈案呢 就犯了兩千塊 終於上了飛機 之前呢 又是說 或者佐渣辦公啊 就是他採訪的時候 查身份政策 是的 那怎麼看 這些他們的目標 就是現在法庭 是怎麼樣去處理的方式 是不是公正呢 你問我 那個佳華 那個佳華沒有了 沒有了任何公正性 你濫用司法程序 這些 是不是 你警察是不是濫用權力 是不是都抓人 然後告別人阻差辦公 你告得入也好 告不入也好 你起碼妨礙著人家 妨礙著人家出國留學先 那這些東西就嚇人了 就是你的特首還說要團結各方 習近平叫你團結各方 你在那裡周圍 民主派不是各方之一來的 合法公民全部都是 不用團結的 人家隔離而已 隔離就要玩人家的了 要搞人家的 那你做警察不用 你做警察人還是 人家說你是警察社會 就是這樣 警察社會的意思就是這樣 警察大了的 什麼都 有你沒有你 因為你很容易的 行為不檢 你說是嗎 遊蕩 在街上走走走走 他又抓你又告你遊蕩 那又玩你幾天了 是不是 現在這樣 過來跟你喊兩句 那你又說要坐警察辦公 就抓了他 人家是記者 記者有身份的 社工記者 是不是 醫護人員 就算是普通市民 我都有權在街上走走 你走來騷擾我 我當然要罵你 對不對 很容易有衝突的 那你說 又抓他 又寫了他 我是警察我是這樣的 我警察都兇了 這樣 你給人的印象是這樣的 現在很厲害了 你警察都兇了 我喜歡怎樣都可以了 你需要不需要警察敬禮 是不是 要叫警察叫早晨 如果不是 就好像黃軍那樣 以前日本 有沒有看過黃軍片 你走過那個沙灘 要敬禮給黃軍 不是就 是啊 可能你的眼神尊見 都已經很大罪了 就是妙音 現在直接是黃軍一樣 搞到你警察要這樣 不是就不行 你搞什麼鬼 就是 扶什麼鬼就嘗嘗 浪費氣 外面的人看見你這樣 當然我們生活在香港 我知道沒這麼過份的 它是喜歡搞那些民主派而已 普通人不會的 我們一般撞到警察 是不是 都完全禮貌的 不過如果你是特別人物 就特別招呼你 共產黨的做法 是啊 就是市民那種民怨 是不會無怨無故的 你看到就是人家看球 那你要找一齊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哦 看球 是的 拿著示範機在拍所有的人 那你就是阻止人家看球 OK 哦 你按錯鍵是嗎 你說先吧 剛才沒有電了 哦 沒電了 好 看球也是有趣的 是不是 那當你有個法例在這裡 不是現在說了 幾年前我見他立條這樣的法 我就說都是 如果那些人不尊敬你 那你怎麼樣呢 你要切法令人尊敬你才行的 你不是要用法例 對不對 就是等於我 20年了 我覺得 唉 就是說 不知道香港大學那時候 要考英文才 考英文才准畢業 就是要鼓勵人家講英文 那我問那個校長 這個校園是國際的 他希望有個 我說你用法律去加盟學英文的嗎 你學英文不是讓人自己覺得想學學的嗎 那你不是什麼都用法律去管人的嗎 就是你 你by law and order的嗎 就是說 promote英語教學 是不是 那這個怪異 那時候剛剛 你記得那時候 董業華上場很久那時候 那時候很講 說香港要提升英語水平的 現在不是啊 現在要講廣東話 要講完才准你畢業 這樣 又是用law and order 就是你不講 不懂得講 就不得了 這樣 那這些全部都是 好了 到你現在講 國歌了 那我說你一定 你一定準備 以後不要再就算了 那時候我也是這樣說 那些人是不高興你前虛的 虛的時候 現在戴了口罩 你怎麼知道他在虛你呢 而怎麼得益 你隨便拘捕一個人告一下 你怎麼證明呢 是吧 你告到我就怎麼樣 他要你感受就是感怒不敢言 要你感怒不敢言 就是這樣 只准 感怒感虛 不是 不是 感怒感虛 現在 那些人 你看到是虛的 你然後說 拿著鏡子拍什麼 你拍什麼 你拍什麼 真好笑 你等著被人打吧 你幫警察 傻傻傻的 我告訴你是很危險的 他們是整條隊的 整條隊就不被人打的 我告訴你 我的親身經驗來的 在看球的那些場合 是很容易有騷亂的 人家給錢是放鬆的 說真的 就是買票不容易買 不關事 不關事 你看英國 你看荷蘭 歐洲那些足球賽 它的防暴隊是為了那些場合 就全部出來了 不是跟着國安的 它是防止那些人 街上全部報了 你投迷走就趕走那些人走 快點去控制著場面 因為最容易出事就是這些場面 我是什麼時候呢 我小時候是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暴動之後 暴動之後沒有啦 沒事啦 對不對 正常啦 時時有球打的嘛 在大球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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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當時 一有些... 香港隊輸了球 這樣就暴動了 它不是什麼大的暴動 它是走到... 在嘉雷田山上走到離合牆 走到灣仔那裡的那條路 那些人就推倒一些垃圾桶 放火燒了它這樣 就是那些這樣的蘇聯 就會出現的 有防暴隊出動的 有幾年是這樣的 後來為什麼沒有了呢 社會就好了 經濟就好了 是不是 香港政府搞回一些... 那些民生搞回好了 到七十年代就已經沒有了這些事情了 但是有幾年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呢 那些人的民怨上呢 它很容易借一些事情發出來 但是看球呢就是了 你終於發出... 就是發生... 噓 那你走去拍他 拍得兩拍 喊吵上來 打架上來 那你不要想著幾個警察 那些警察一定會害怕啊 我們見過很多 就是19年那時候 開始不害怕的時候 就你害怕他的啦 對不對 人多 最危險的人多 那你沒有挑釁啊 我覺得 第二呢 其實就是你抬波 你都是有自由的 其實你是... 沒有自由市民啊 那你警方的目的 你是要維護社會治安的嘛 當然要維穩的嘛 人家都很穩定的 你突然間在這裡挑釁 是誰製造不穩定的因素 現在是問題這樣 沒有的 共產黨就是這樣 它沒有什麼好想的 那就是... 弄一些國旗法 國旗就算了 因為你最少要撕它下來 是不是 你燒 那你叫做很清楚的行為 但是我心中不滿 我見到你揍國旗 我這樣 那藐視啊 笑都可以的 笑得不行 我說香港好東西 這樣 香港萬歲 那你又說 好像沒用我 我揍國旗你叫香港萬歲 你總之是不高興的 其實越來越無聊的了 已經到了 為什麼你不想一下 那些香港人這麼討厭你共產黨呢 在香港 然後你叫那些警察去抓他 你其實是流難了那些警察 我肯定他們不想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叫到... 警察都很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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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要做一場戲 那誰保護那些警察呢 都要你那個鄧炳強啊 你那個李家超啊 你都要做 你跟老共說不要搞這些事情了 你不高興就沒有奏國歌啊 有香港人是不喜歡你 你沒得說的 你過兩天啊 過兩天 十一國慶了 那你就掛旗了 你有你掛旗啊 如果那些人走過 看到那些旗影就走了 不高興的面子 黑我黑面對著你 是嗎 你都說他不好的 人家不喜歡你就不喜歡你了 是不是 你連年都有人 國慶都有人出來巡遊啊 有些阻子在搞 你有你搞 我們有我們逛街 最好的了 是不是 你加上尊敬你 是沒有用的 其實這個呢 很簡單 是不是表示出這個 反映出這個政權的恐懼呢 要不然他用什麼 就是這樣害怕的 你看到我們以前採訪 拿著手機對著人 我用什麼後面一大堆人跟著我 就是扶著我這樣 就是保護著怕野獣的人 是嗎 是嗎 是的嘛 比較少在街上高 就是做這些 沒有上街 不過 不過 大家都不高應 包括警察都不喜歡做這些 我猜到他們不喜歡做 不是想的 不過 上面是這樣 那你上面是指什麼 你中間有些人 叫做 政府的嘛 你政府的高層 你懂得跟共產黨說 喂 大家就一下 那他要受了什麼 你告啊 然後告啊 全部要有罪啊 那怎麼有罪呢 你去到 有監裁判官去判他有罪 那裁判官又辛苦的 法官也是要做的 他就說你給一些證據 怎麼做證據呢? 那你是不是裝了高清的攝影機 照著所有人 那你還想有個遊客來香港 我來香港周圍走 看到有人拍著 有些高清鏡頭拍著 一揍郭哥 你的樣子不是很尊敬 那又告你 這些就是警察國家的行為 你想到用法律 當時什麼梁美芬 何君堯那些 好啊好啊立這些法 他都不想一下立法的結果 首先你要做到 你真的有效的 不然有沒有常識的 現在是 有了法例了 你沒有法例就沒所謂了 你就去吧 是不是? 現在吳高永你去立法 立了法你怎麼執行呢? 很肯定的 你說得對 現在國際遊客 他來到這裡看球 看著你這樣 你還是不是歡迎他來旅遊呢? 他旅遊 就是我想去看球去吃東西 這樣就被你周圍這樣去監視 是的 日後可能那些遊客來到 一定來看球 英國的遊客 他們可以這樣好奇 跟著他又鋪了一份 那你就抓了他 抓了他 你不抓的? 一定會的 他當是奇景 當是香港的特色 抓了一個國歌的 你們不是中國人 你抓了一個國歌的 這麼有趣我來幫 跟著抓了一份 陪你瘋 他們當很小事 外國 抓了一個國歌或者罵政府 人家覺得民主國家自由的 我喜歡反政府都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尤其是在看球的場合 你看 他們是沒有嘗試沒得說的 就是你看 或者他們都沒有看過球 球場裡面的人的情緒是很高的 往往 因為你代入了那個環境而已 那你沒有的 輸球人 球人不關你的事的 但是你可以因此打架 打大架 跟著燒東西 搶東西都會的 人家就知道了 香港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你是不是弄到香港終於因為 虛虛國旗引你騷擾? 虛虛國歌引你騷擾? 在賽馬會都很背動 我搞一些活動 經常就是怕馬尾又起哄 怕球尾又怎樣怎樣 其實平時經常都說是不政治化 現在你日常的生活都是被政治化 誰知道正義化 簡直是警察社會的話 追過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一件事 吃香口膠 你都知道是什麼事 現在香港你可以不知道是什麼事 如果不高興就說你笑過那個歌 他找個歌走在那裡笑 這樣都可以抓你 是不是? 就是你這些這樣的科症 你不用想香港是有段時間都做不回以前那個範圍 他們不相信的 你以為一般人 大陸人是這樣的 始至終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他下來香港就變了很快 很快就變香港人了 就不會香港人回到大陸 就不會變成大陸人的 就是因為他自由慣了 他沒有自由關係 他沒有自由關係 他就覺得很容易認同 但是反過來我們永遠不會認同 大陸是這樣的 大陸是這樣的 什麼都管 什麼都不准做 香港人又不是 你偏要管我就偏要做 你看到這個 你說長遠過十年 二十年後 怎樣我不敢說 但是最近這幾年就是不團結的 撕裂香港的 本來呢 本來呢 習近平來那時候 7月1日 只是交下一句 叫李嘉茲來團結各科 那他就走了 都是你的工作來的 到時候團結不了香港再有亂局的 那就是你們的責任 你中間那批人是有責任的 你就算有這個法例 你就不要執行 不要挑釁市民 不要挑釁市民 不要整天市民挑釁你 好了 你說 那怎麼辦 你就不要奏郭哥 因為全世界 不是一個例一定要奏郭哥的 沒有這個例的 很多地方不奏的 不然是煩 或者他根本就覺得沒有需要 是不是 那就好了 香港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沒有將中共這個 鬥爭心態 引來香港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反思 為政者也要反思 執行的人也要反思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多謝安排 多謝多謝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